欢迎回到这个关于day trade的频道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我就非常简单的想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 因为很多小伙伴在私信我 现在的市场做多的机会比较小 然后做空的机会是比较多 然后大家呢是根据很多不同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空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broker去做空 不知道怎么样找这种做空的股票 那好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想跟大家具体的来这个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找到这些做空的股票 然后呢如何利用不同的这个做空 这个broker这个platform来进行做空 然后最后呢这些做空的这个小细节和一些小tips 希望呢这个视频呢可以帮到你 那首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做空非常的危险 就是说你在做long的时候呢 看多一只股票的话 你最多赔 比如说今天我们买入amc 35块钱 100股和1000股 最多你就是赔的这个股票为零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做空的情况下呢 35块钱开始做shorting 你的这个损失是unlimited的 所以就是说它涨到40块的话 你是赔了5块钱 涨到100块的话 它是你是赔了大概是65块钱 所以它涨到什么程度的话 你是不可以预测的 所以在学习做空之前呢 你一定要懂得风险控制 所以千万千万千万要小心 重要的事情我要说三遍 所以呢在做空的时候呢 小伙伴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好 那个其实呢 做空呢分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这种比较小的 像penny stock啊 这些股票 它是有一个partum的 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呢 它有一些什么news 甚至是biotech这样的公司 也是fda release 什么东西和哪个公司去合并呢 merge了 所以它这样的公司呢 会短时间的gap up非常的多 到一定的程度呢 它一定会跌下来 那这种股票去做shorting的时候呢 它是比较正常的做shorting的方式 可是另外一种方式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哪一个公司突然出现了 非常利空的这个news 比如说一些中概股啊 甚至以前像那样palaton 就是有人在那边运动 出现什么事情啊 甚至什么药物啊 出现了什么商人的事件了 这样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做空它 但是一般来说 在这个premarket的时候呢 它都已经这个掉了10%和20%的时候呢 你是没有一个这个range是这个拿到非常好的这个profit这个risk和这个profit这个ratio非常的低的情况下 其实我不太建议去做这些当天出来的这种暴跌的股票 那如果它是firstratio的话 那可以是一个第一个可以考虑的factor 然后呢再加上不好的news的话 我们可以去做空它 那所以呢刚才我有讲错了两大类 一个是large cap和metto cap 另外一个像penny stock这样的股票的去做空的方法 那我们挑出来这样的股票呢 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花钱的软件 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个不花钱的软件 看看大家能不能真正的利用起来 那好这个tradingview.com呢 以前在我的视频里边我也给大家介绍过 那可以看到我这个画面上边 它突然出现了一个screener alert on top gainer 10%然后是2021 其实这些东西你是完全自己可以这个控制的嘛 那我们点一下这个screener screener呢进去了之后呢 screener里边呢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先说右手边这上面这个比较hot的这些stock 然后呢在这个这些column里边呢 你都可以选择说你要morning,premarket,gap up多少 在这里全部都可以按照你的criteria去选择你所要求的 比如说你想要这个meddle cap,large cap 然后它那个每天那个trading的volume是多少 这完全都是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个partner来进行选择 然后setup你自己的这个alert 然后放到自己的watchinglist 那除了像这个tradingview之外呢 其实有很多像这个stock to trade和这个benzinga 或者是这个很多platformsynchrof3 还有这个interactivebroker 其实它都会有一些这个top gainer的帮你选出来的 然后呢你还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在filter 比如说一般来说我们做shorting的话 它当天最少要gap up50%以上 这样子的话你才有一个age才有一个range去做空 那如果是说它在premarket的时候已经掉了20% 甚至掉了40%从它的这个support level的话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就并没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区间去做这个shorting的动作 那这个股票就可能就会放弃了 那今天比如说我们找到了一些gap up非常多的股票 它是first green day 然后明天它接着涨 后天它也接着涨 那这样的股票的话 我们不建议你当天去做空 可是呢你可以放到你的watch list上边 然后呢可能是三天后四天后甚至下个星期 看到一个它接近它的resistant 然后呢和它以前的那个resistant 那个volume它的成交量去比较 如果是觉得可以突破的情况下的话 那当然建议不要去做空 如果觉得是完全不能突破 非常heavy的resistant 那你就可以去大肆地去做空这个动作 所以做空其实呢也并不是大家想象说 哦今天大盘全部都跌我来做空 或者是说哦那今天这个股票我觉得不好 我就来做空 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那好我说完了这个关于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股票 那下一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是 用什么样的这个做空的这个软件 也就是说platform来做这个做空 很多小伙伴用的比如说像这个Robinhood啊 Weibo啊还有Momo啊什么东西 但是我都不用这些 因为这些不太friendly对这个day trader 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股票 做shorting的时候呢你是借不到这个股票的 就是locate它的话是没有的 甚至我有一个是做long term的这个interactive broker Fidelity这些它也都不是对这个shorting非常friendly的 所以介绍了大家三个现在比较 大家就是比较火热比较有名也是比较受欢迎的几个 第一个是我有用的这个是tradezero 这个呢它的是美国的和international的是都可以开户 然后呢它的这个commission呢也是比较低的 然后也可以在这个直接在这个 它的这个platform上转账还不错 另外一个呢也是比较有名的叫做cobra 那cobra trading呢这个是做shorting的小伙伴们都应该知道了 但是它家有一点我就是不是很喜欢 就是说它在转钱的时候你要wear transfer 然后还不如不可以用这个ach 然后上次就是我转钱的时候用的ach转到转过去 结果一直没有退回来 搞了一个月才把钱退回来 所以就是是大家都在用可能是我没有那么喜欢吧 好那接下来是还有这个像这个center point 这个也是比较这个popular做这个shorting的 然后呢它也这三种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这种platform 这platform本身你还是要付钱每个月有的时候不一样 有的是59块有的是100块有的是179块看你用的这个level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看level2 level3甚至还有很多的top news 还有live还有chart room 那这些全部加起来其实都是钱的 那如果你真的想做这个day trading的话 这些东西可能真的是省不了 那好我们讲了这个platform也讲了 怎么样找到股票也讲了 那在这个做空的时候呢 有一些小的tip大家可能要注意 就是说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不太了解这只股票的时候可能要sizing小一点 然后呢等到它形成了一个可以做day trade的一个range的时候 你再去碰这只股票 因为shorting我再说一次真的是非常的危险的 然后我每次做shorting的时候 其实我的小心脏的一直在蹦蹦蹦蹦的跳 所以呢 做long的时候有的时候想说它一定会涨回来的吗 其实也不是 你看看现在的很多股票 什么kegg啊什么的 它简直是从70几块跌到20几块 所以呢 大家也不要太相信这些penny score 它真的都是垃圾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小心 学会这个shorting的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好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说到这里 希望喜欢这样内容的小伙伴们 不要忘记帮我订阅点赞和评论 那好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